字幕提供 今天要講的動漫是咒術迴戰 這次要來講到咒術師們很常用的一項器具 沒錯它就是咒劇 咒劇簡單來說就是咒術師們所使用的一種特殊武器 俗話說功夫再高也怕菜刀 咒劇的存在就是讓肉博能力較差 或者咒力低迷的咒術師 也能夠擁有與強壯的敵人一戰的神奇物品 而自身肉搏能力較強的咒術師 靠著咒劇的幫助 除了能夠大大加強自己的近戰能力 在對抗敵人時也能夠給予他們更加可怕的殺傷力 甚至做到一擊必殺的效果 等於多了一種決定勝負的手段 畢竟持有武器所帶來的優勢簡直就無法與空手比較 而在咒術徽戰的世界中有著琳瑯滿目的咒劇 大部分的造型都類似於東方的傳統武器 如武士刀、剃刀、關刀甚至是弓箭等等 在一般人的眼裡看起來就是普通的武器 唯一不同的點就是咒劇上因為富有咒力 所以能對咒零造成有效傷害 因此一名咒術師要是像珍惜這樣 打從出生就因為天與咒服的關係而沒有什麼咒力 或是某些人身上沒有聲德術士 那麼咒劇就是他們用來對抗咒零的最好選擇 除此之外還有一種特殊情況 就是一般的武器其實也能變成咒劇 只要咒術師長時間使用這把武器並不斷的注入咒力 就能讓它逐漸的咒劇化 例如三輪的武士刀就是最好的例子 而咒劇也像咒零以及咒術師一樣 依據他們的功效和威力分有四級到特級 大部分的特級咒劇都附有術士也就是特殊能力 其中只有少數幾把沒有賦予術士 而是根據使用者的身體素質從而發揮多少威力 也就是純粹的物理輸出提升 通常只有提出吉祥的人才能駕馭得了這種咒劇 另外咒劇本身非常具有價值 特別是特級咒劇 一把甚至能賣到五億日幣以上 因為極其稀有的關係 咒術三大家族所收集的咒劇 一般都與特級咒劇一同存放在咒術高專裡的季庫裡 並由天原大人的隱藏結界保護著 不過五條物在澀谷事變被封印過後 季庫裡的咒劇就被殘願家和駕帽家給盡數回收了 那麼以上就是咒劇這項物品的大致介紹 接下來我就來盤點原作出現的所有咒劇吧 第一把 圖座魔 圖座魔是虎杖使用的第一把咒劇 是五條物從殘願真希那裡借來的 外表像一把菜刀 刀身上有兩個孔 圖座魔能輕易地斬殺等級較低的咒靈 對於新手來說是一把非常不賴的咒劇 但在少年關護所事件中 圖座魔遭到特技咒劇的破壞 以至於真希向虎杖要回來的時候 虎杖只能撒謊 圖座魔還在五條物手上保管著 第二把 真希的眼鏡 真希所戴的眼鏡看起來極為普通 但其實也是咒劇 由於天與咒佛的關係 使得真希的咒量非常低下 甚至跟普通人一樣無法看到咒靈 而這副眼鏡就是為了能讓他看到咒靈所特製的咒劇 第三把 剃刀 在前段中所出現過的咒劇 外表有如長矛一般 是殘願真希早期的主要武器 第四把 槍刃 真希在中斷中的主要武器外表是一把長柄武器 他能夠以非常華矣的姿態使用這把咒劇 由於槍刃的整體只有刀片的地方是咒劇 而瘦柄的部分則是使用普通材料製作 因此真希能夠很輕易的就將其折斷 第五把 三輪的武士刀 三輪主要在使用的武器 其實這原本是一把普通的武士刀 但在經過三輪長時間駐武咒力後 就逐漸變成了一把咒劇 所以也能用來對抗咒靈 第六把 七海的咒劇 這一把是七海專門在使用的武器 外表是一把他刀的樣子 被繃帶纏繞者有著鋪墨般的設計 這把咒劇配合七海的術士 石化咒法瓦瓦瓦瓦 能夠對敵人打出相當可觀的傷害 第七把 電擊他 京都校長樂延是加深主要使用的武器 能夠依靠自身咒力征服的效果 將電擊他所擔作出來的旋律 變成音波一般來攻擊敵人 聽起來會像是由擴音機放出來的聲音 第八把 手劍 從面春菜主要使用的武器 由祖屋柔道所製作 由武士刀的刀片和人手一般的握柄 組合而成的咒劇 相當奇特具有浮空的能力 使用者能夠遠程操控他去追蹤敵人 來達到出其不意的攻擊效果 同時手劍底部的人手握柄 還能夠像真正的人手一般 做出拳頭的樣子來攻擊敵人 或是抓住任何物品 第九把 黑色彎刀 浮揮會收納於影子裡的咒劇 外表是一把 黑色彎刀 用來對戰花玉石所使用 曾經斬下他頭部的樹枝 因此花玉評價這把彎刀的切割能力相當不錯 果真是一把好咒劇 第十把 冥冥的斧頭 冥冥主要使用的武器是一把巨星的斧頭 他以自身強大的身體素質 能夠很輕易的武動這把重型武器 基本上特技一下咒励和詛咒師 他都能很輕鬆斬殺 此外這把武器因為非常大把的關係 在面對群攻時相當有效 家常菜菜子主要在使用的咒劇 配合他的素勢能夠改變手機拍攝對象的狀態 但具體素勢效果並沒有特別說明 第十二把 長劍 這同樣也是一把收納於伏輝輝影子裡的武器 外表上是一把古時候的寶劍 在死滅回遊中被伏輝輝拿來攻擊其他勇者 第十三把 法鎚 法鎚是日測關鍵的主要武器 是一把非常神奇的咒劇 主要配合他的素勢使用 能夠依照日測的想法自由變換成各種形式的武器 甚至連大小長度都能夠隨意的掌控 而這把咒劇的最終形態 處行者之劍 能夠在碰到對手後 立即就將對方給一次性殺死 相當可怕 第十四把 油雲 油雲是一把特級咒劇 在劇中的出場率相當高 他外表是一把紅色的三節棍 無動起來非常瀟灑 也是唯一沒有被賦予術式的特級咒劇 是純粹用來物理輸出的武器 因此他的威力大小是取決於使用者的力量 所以油雲的潛力可說是無上限的 他甚至連特級咒劇都能輕易的打出高傷害 而也正是因為油雲如此特殊的關係 讓他獲得了不菲的價值 總共高達五一日元以上 原本這把咒劇是浮灰聖鵝所有 但在經過一連串事件後 接連戰隊被下游截五條五以及珍惜獲得 一直到攝虎事變中又被短暫復活的聖鵝 給同珍惜手上奪了回來 並拿來對抗特級咒劇 駝更 聖鵝將油雲的末端磨得相當銳利 有如長矛一般 所有憑藉著強大的身體素質 以及經過改造的油雲 輕鬆的殺死了特級咒劇駝更 其強大的殺傷力甚至引起眾人的驚嘆 但經過這一戰過後 油雲也變得破損不已 之後也沒有再出場過了 第十五把 天逆謀 天逆謀是一把特級咒劇 微劇中的神器之一 外表是一把造型特殊的匕首 造成散發著詭異的咒励 他的能力為強制解除任何術師效果 即便是已經發動的術師攻擊 只要被他打中 也能立即抵消掉 所以天逆謀除了能拿來攻擊以外 也能用來防禦 聖兒曾經依靠天逆謀破解了五條屋的無下限術師 還一度差點將他給殺死 是極少數能夠克制五條屋術師的超強咒劇 第十六把 萬里鎖 萬里鎖推測等級為特級 是一把相當特殊的鎖鏈 能夠連接在各種咒劇的扣環上 能力為如果鎖鏈的根部沒有被人發現到的話 那麼鎖鏈的整體長度就可以無限延長 聖兒將他連接在天逆謀的尾端上 用作遠程武器來使用 第十七把 退魔之劍 退魔之劍是最強士神魔虛羅所持有的武器 推測的咒劇等級為特級 是一把包裹著滿滿正能量的劍 由於咒零是負能量集結體的關係 因此不滿著正能量的退魔之劍 能夠瞬間秒殺任何等級的咒零 只可惜這把咒劇用來對抗人類似乎沒什麼效果 第十八把 龍骨 龍骨等級為特級咒劇 是祖物柔造最得意的作品 後來被珍希直接從他的工作室給拿走 龍骨都在表示一把機械式的刀刃 他的能力是將戰鬥士所受到的衝擊與咒力吸收到刀身裡頭 然後再由刀背的三個孔釋放出來增加推進能力 這種效果能夠大大加強切割的力量 一般的咒劇在龍骨拼刀時都會被他給輕易的切斷 而當這把刀拿來對抗人類的時候 那個慘相可就不言而喻了 過真是一把攻擊威力相當可怕的咒劇 第十九把 四魂刀 四魂刀等級為特級咒劇 是目前我在劇中覺得輸出威力最強大的一把神器 他的外型像是正常尺寸的鐵碎牙 相當帥氣 四魂刀的主要能力為 能夠無視一切物體的硬度 直接斬裂對方的魂魄 意思是即便一個人的肉體再怎麼強 他都能直接掠過肉體 砍到他的靈魂 所以要想用肉身來防禦 就等於直接找死了 簡直超級無敵外掛 在劇中 這把四魂刀總共有兩把 真正的那一把是弗威聖的所有 他曾經使用四魂刀 輕易的就斬殺了下游捷印度最強的咒励 並讓他感到大吃一驚 而另一把四魂刀 是真一以性命為代價製造出來的複製品 其能力效果跟本尊是一模一樣的 被網友稱作為魅刀 真希在拿到這把刀後 神檔殺神 佛檔殺佛 目前還沒有人能抵擋得住拿到這把刀的他 而真希和聖兒因為體質特殊的關係 因此他們使用這把刀能比一般的咒術師更有優勢 說是作者為他們設計的專屬武器也不為過 第20把 黑繩 黑繩推測等級為特級咒劇 是米格爾專屬的武器 由非洲的咒術師花費幾十年時間所編織而成 能力為具有擾亂和破壞術師的效果 與天力魔可說是相當類似 缺點就是沒使用一次繩子會不斷的燒毀 以至於越來越短 米格爾曾經依靠黑繩來對抗五條屋的無下線術師 並與五條屋糾纏了好一段時間 這是劇中大多數人都無法做到的事情 就連五條屋都認為此咒劇相當難纏 第21把 濫生刀 濫生刀推測等級為特級咒劇 是特級蟑螂咒劇所持有的一把造型特殊的刀 能力為在砍中敵人某個部位時 那個部位會產生大量的石肉蟑螂侵視身體相當噁心 此外在濫生刀的刀身上有六個不同的發射孔 這些發射孔能夠射出蟑螂蛋蛋寄生在敵人的身體裡 並在過了幾秒後便會孵化出數隻石肉蟑螂從皮膚破解而出 隨後一直折磨敵人直到被刺光身軀 如果不會翻得出刺的話遇到這刀基本完蛋 第二十二把 愛心錘子 這一把咒劇是丁哥主要的武器 同時附有稻草人和丁子等配件 主要配合他的術士雛靈咒法來使用 那麼以上就是《咒劇彈》所有出現的咒劇 不得不說作者在對於設計武器造型的這方面真的非常厲害 各種咒劇的外表不只都非常帥氣也同時很醒目 就很像遊戲玩家偏偏刷拐想要得到的神器一樣 那麼上述哪一把咒劇你最喜歡呢 在下方留言讓我知道一下吧 那麼今天就講到這裡了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請幫我按個訂閱 並且追蹤我IG以及FB 我是CDRN 我們下次再見 我們下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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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bit. from the card